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那我们继续 然后前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儒菩萨心论的第六品一项的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第七品 那第七品呢 就叫做这个金金菠萝米 金金菠萝米品 然后这个儒菩萨心论当中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有那个六菠萝米啊 都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个金金菠萝米 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 六菠萝米座当中的其中一个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金金啊 这个后面就加一个菠萝 金金菠萝米品 就是六菠萝米当中的一个 金金菠萝米 然后呢 这个金金菠萝米第七品当中呢 它就将属实行菩提心 我们把这个菩提心怎么去落实 怎么去实践 然后必须精精努力 这个一定要是精精努力的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做不到的 要兵起难度 然后消沉 就是就平时比如说 难度啊 携带啊 然后呢 心情沉重啊 不想学啊 等等 这个都一定要战胜 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或者学习啊 修行啊 这个当中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 有些时候就觉得特别的难 这个就没办法往前走 所以呢 就是想有这个方琪的 这个想法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有些时候就是很难啊 难 然后这个 怠惰啊 携带 然后就有些时候就想玩一玩啊 明天吧 就明天宿 今天就算了 今天想玩一玩啊 然后呢 下个月吧 这个月就算了 就这样子 就是就每一次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难多 哎 然后就是小程啊 就是心情就是一 只要 哎 比如说我们就是 平时就出旧啊呀 什么时候就是很兴奋 很开心啊 但是呢 只要 哎 进入这个房间坐下来 要大作啊 要学习啊 什么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就不想学啊 很抵抗啊 这种这个情境啊 这种想法就是小程嘛 那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战胜啊 这些东西很正常是有的 每个人都会有的 不仅仅是修心啊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哎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是对我有很有帮助 我一定一定要去做啊 但是呢 做的过程当中呢 会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 这是常见的事情 是一个常态 哎 但是呢 还是要战胜 哎 这个如果是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常态 还没不惯例 啊 那就不行 哎 所以呢 就要战胜 那战胜哎 就是要战胜 有什么样的方法战胜呢 依靠 以欲 哎 以欲就是说 意乐 哎 就是就是 意乐就是我相去做 哎 对于这个东西呢 很感兴趣啊 就是这个 哎 怎么样感兴趣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他对我的帮助哎 他对我的好处 或者是对别人的好处 哎 首先要把他的价值 哎 这个要搞清楚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 哎 对这东西 哎 有这个 产生这个兴趣 哎 比如说 做个生意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就知道这件 这这这这这笔这笔生意啊 我可以转一大逼 哎 然后呢 指导了以后呢 啊 然后啊 他就敢 他愿意去做啊 啊 愿意去付出 那么 而学佛也是这样子 修行也是这样子 就是你首先 我为什么怎么做 哎 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好处 啊 这个明白了以后呢 就是有这个 以愿意乐 然后呢 不仅仅是有意乐 而且就是勇猛 哎 必须要这个勇猛 很努力的去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欢喜 哎 然后舍弃 哎 施弃是什么意思呢 这我们就是书华讲 哎 叫做 意退为经 哎 有些时候呢 就是我们确实是 没办法前进啊 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障碍 哎 这样子的时候呢 时候就是没有办法 啊 前进的时候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放 哎 放一放 这个时候也不要那么固执 哎 先放一放 哎 或者是就就就绕一 绕个绕个道 哎 然后这是用个其他的方法 哎 就这样子也是可以 或者实在不幸的话呢 那也可以放一放啊 比如说一个特别简单的 就是我们平时 我们打坐的时候啊 就心里面呢 特别特别的乱啊 就是心根本就进不下来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方法 就是把这些方法全部用 如果这些方法全部 哎 都用了 哎 就是没有效果 实在不行啊 那怎么办啊 那这个时候呢 先放一放 哎 就是这个 这叫做舍弃 哎 并不是说 从此以后就放弃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 这是以腿为进 哎 为了更好的前进 哎 先退一退 就这个意思 嗯 这个在精进品当中啊 这四个要点 哎 它就是 主要是围绕这四个要点 哎 就是讲这个这一拼的内容 都是这样子 然后 就就是实现这个 这个实现这个 呃 菩提心啊 这样子拍出一切的障碍 然后呢 信善啊 即得 那这个就是 第一 啊 七品 精进品啊 它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嗯 第八品啊 那这个是 在整个这一个内容当中呢 啊 相当重要的一品啊 第八品 第八品就是禅丁波罗米 啊 禅丁波罗米品 就是主要是讲禅丁 嗯 然后这个禅丁当中呢 就是包含了很多的禅丁 哎 但是主要它强调的这个禅丁呢 就是菩提心的禅丁 还有就是慈悲心的这个禅丁 来 这些禅丁 这个禅丁是相当的有用 就是我们 比如说西方 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些职业啊 很多的淋雨当中 都在这个 修这个这个这个慈悲心 和这个禅丁啊 他们就叫做这个征年啊 征年禅丁 那他们都在用啊 那么他们是不是都是佛教徒呢 不是啊 他们不是都是佛教徒 有这个当中有佛教徒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佛教徒啊 有些呢 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仰 少部分少部分的人啊 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 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这个方法呢 他们都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 哎 然后呢 人家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科学的实验 哎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这个数据 哎 有一大堆的这个数据啊 都在支持他的这个实际的作用 哎 所以呢 这个不管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 他们都在用 哎 所以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 哎 就是没有信仰的人 哎 就是不学佛的人 哎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宗教的教徒 啊 他们也可以有 只要你自己觉得人可的话呢 这个方法啊 是是可以可以有的 佛教 哎 他从来都不会说 哎 这个你要学这东西 你一定要归于佛门啊 才可以学 如果没有归于佛门啊 那这个东西是你不能不可以用的 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这种想法啊 佛教就是 他刚才不是 上面不就说了吗 一心为终生造福啊 那既然以为一心为终生造福的话呢 那这些东西都是都是开放的 哎 谁想修 谁想用啊 都是可以可以用的 哎 就是没有没有归于啊 没有归于佛门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完全是可以用的 所以呢 就是因为佛 佛门就是这么这么的开放啊 所以呢 这个真言啊 在西方就是就是这个全世界啊 就是那么的流行啊 主要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第七评啊 这个第八评呢 这个禅定波罗门是相当的重要 讲述行菩提心啊 行菩提心就是行动啊 行动这意思 然后保持啊 要保持心生的清净啊 神体主要是心心心的清净 禅修 通过禅修 我们把很多的焦虑啊 抑郁啊 烦恼啊 那这些东西全部可以啊 清掉 哎 所以呢 就是可以 完全可以保持这个清净 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哎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要这个啊 运动的啊 要锻炼的 如果不锻炼身体啊 那他自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 呃 这个摔腿啊 功能摔腿啊 或者是这个摔牢啊 啊 生病啊 啊 自然就是一个 这个自然规律 哎 所以就是要锻炼 这大家都知道啊 啊 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要去 怎么样去啊 心里怎么去锻炼 哎 要不要锻炼 哎 不锻炼的话 他会不会也就是像我们的肉体一样啊 啊 就是慢慢的就是推锁啊 然后就是衰竭 有些有些有些我们心里的功能 衰竭啊 比如说记忆力不好呀 等等啊 啊 甚至是到时候呢 就不健康啊 啊 会不会这样子啊 那我们需不需要锻炼呢 哎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 其实啊 这也是需要 哎 这个也是需要的 那么怎么个一个锻炼的方法 那就是禅修 哎 禅修 休息禅定 啊 并弃一切贪欲和烦恼 哎 最终的时候呢 他会放弃 他会断掉所有的这些烦恼 哎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要求 比如说我们刚刚 学佛的时候呢 所有的愚望啊 所有的这些烦恼断掉 这个不可能啊 既不可能 也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这个是要诸不诸不 根据每一个人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哎 能放下多少就放下多少啊 能这个啊 这个放弃 处理多少就处理多少 或者是说我们换句话说 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哎 最让我们不开心的 哎 最让我们不舒服的 哎 这一类的东西 先放下 哎 先断掉 那么其他的呢 可以逐步逐步 哎 可以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 哎 可以这样子的 那所以就是把这些 谈于啊 谈于 和这个烦恼 哎 诸不得要断掉 哎 为什么要谈于断掉 烦恼断掉呢 啊 他后面会讲啊 这道理后面会讲的 而在餐厅中啊 要注重 休息自己和他人的平等 哎 这个就叫做自他平等 哎 自他平等 就把自己的为之啊 啊 就是我们就书华讲 这叫做这个师生处地的去向 哎 把自己的为之 放啊 就把别人放在自己为之上 去思考 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为之上 去思考 缓为思考啊 啊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就主要是讲这个自他 相还啊 自他品等啊 自轻他种 哎 我们平时呢 是自重他轻 哎 平时我们是这样子 但是换过来就是自轻他种 哎 就是这些 哎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心理上 接手 哎 接手这个理念 然后呢 心理上 训练 但是呢 实际的行动上 哎 母前 哎 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哎 就是把自己跟别人完全是平等 这个不一定做得到 哎 甚至我们确实做不到 哎 然后呢 自轻他种呢 啊 那就跟啊 跟做不到 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 这个也不等于啊 永远都做不到 所以呢 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 哎 然后呢 只要我们自己如果稍微啊 能够付出一点点 哎 能够下功夫啊 那这个一定会是越来越好的 哎 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呃 这个 积天大师啊 他们也是他们这些人呢 也是从零开始的啊 从零开始的 他们做到了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这个后面也 他也有讲啊 他说这个大家都做得到 如果你愿意付出的话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哎 比如说这个跟西方宗教跟佛教 他就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 那比如说西方宗教的话呢 那就是上帝啊 这是主宰啊 一切啊 你都一切都是要围绕这个上帝的遗愿去做啊 那佛教呢 他不是啊 他是每一个人 他你自己可以成佛 哎 佛呢 这是给你治一条路而已 哎 这个方法呢 佛就是教给你 哎 这个方这个方法我们不懂 我们从佛那里学 那学了以后呢 你每一个人啊 都有机会这个成佛 你自己可以成佛的 你自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 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 所以就是说 哎 我们把这个呃 在禅定当中呢 啊 就是就学 然后呢 首先啊 前以后难啊 先是把这个比较容易做到的现做 哎 那我们做到了一个两个以后呢 哎 我们就唱到了这个天头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呢 有一点点成就感啊 有一点点成就感啊 然后呢 哎 我们就是比如说其他能领域当中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在这个领域当中 哎 我有成就感啊 有存在感啊 这样子以后呢 成就感跟存在感啊 这个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哎 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这样以后呢 我们慢慢慢慢慢慢 哎 这个就我也可以做得到啊 我这个做到了 我下一步也可以做得到 努力一下 哎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 这个就是要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平等啊 那这个自他平等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做不到年啊 理论上我们都接受不了了 哎 怎么可以自己跟别人平等呢 怎么可能呢 哎 这个世界上有有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 我怎么可以吧 大家都能平等呢 这个我做不到 哎 这样子这个理论上我们都不能接受了啊 更何况做 但是这个是有过程的 哎 我们先是这个理论上接受 然后呢 训练就是 先不是行动上啊 先是在心理上啊 训练 然后呢 在这个心动上啊 这样子一步一步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这样子以后呢 自己和他人的平等 哎 将自己和他人进行环卫思考 哎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七 呃 波罗密度 波热是什么呢 波热就是知慧 哎 知慧波罗密度 刚才前面就是禅丁啊 现在就是知慧 那这这一平当中呢 讲的全部都是讲什么呢 讲知慧啊 将属实性菩提心 是为了获得最高知慧 哎 最高知慧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要要要这个修最高的知慧呢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如果是要真的是要这个一心一意的奉献啊 给众生 呃 为众生造福 那这样子的话 首先前提的条件啊 前提的条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小我 必须要给他推翻 哎 推翻 如果这个不推翻的话啊 他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啊 他会给我们指导各种各样的障碍啊 比如说 哎 我我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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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东西啊 那么身边有一个人他也特别想想咬这东西啊 那么我想把这个送给他 哎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六波罗密作当中的布施形啊 这个形就已经有了 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 哎 这个有了 但是呢 立即哎 这个后面就有一个年头就出来了 出来了 他想什么 他说这个不能给啊 这给了我自己没有 这个不能给他啊 你要给啊 那就给另外那个东西 对他不太重要的这个 你要给就把这个东西可以给他 这个不能给 这个对我很重要啊 这是谁的想法呢 这就是我们的自我的想法 自我的想法 实际上我们人是什么样子 这我们后面会讲啊 所谓的人 所谓的自我 实际上呢 就是一大堆的这个 一大堆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有用的 没有用的 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 各种各样的念头 堆积成仪器 然后就是我们吧 给他贴一个标签 标签 什么标签呢 自我 这就叫做我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 自我 这个这个这个观念 这个自我的观念啊 处处给我们 是各种各样的障碍 就是我们像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呢 他立即就给我们泼冷水 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这不能给 然后这给了你以后 你自己怎么办 等等等等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他就是 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 各种各样的障碍 实际上 佛教里面经常就这样 这个我们做一个修行的人 外来的这个障碍啊 有没有有 外来的障碍有 但不是最最最最重要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 最严重的 最最能让我们不能前进的 就是拖后退 真正能够拖后退的 这个障碍 实际上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不在 不是一个外来的 就是我们自己内内内内在的 内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小我 这个观念 就是自我的这个观念 这叫做我执 如果这个东西不不不 不推翻的话啊 不推翻的话 那么 我们永远都做不到一个 无知识的奉献 无知识的奉献 虽然讲无知识 但是呢 真正的意义上啊 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 无知识 都是有的 比如说 我们哪怕是表面上看是 债债债债好的 这些无条件的这些奉献 实际上呢 自习一项 这个里面还是有条件的 还是求回报的 这个回报不求 那就那就 那就求另外一个回报 等等 所以呢 这个 只要他在 只要他在 我们永远都做不成 一个绝对 无知识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奉献 所以呢 首先要把它推翻 推翻了以后呢 这东西不存在了以后呢 然后就没有 没有什么 人啊 或者是没有什么 这个 观念 来给我 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 这样子以后呢 完全可以无知识的 这个奉献 所以呢 他要把 他要把这个 小我 给他 推翻 那推翻 怎么个推翻 方法呢 是不是我们就 磕头啊 烧响啊 念个井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不是 这些东西 对他是没有任何用的 反而有可能 加强 他的这个观念 我多年金 我多有福报 我多扫香 今年的这个高香 偷香 我要去扫 这样子的话 我这一年当中 我怎么怎么怎么样 反而这些东西 就会加强 这个我的这种观念 所以呢 这都是没有用的 那用什么个方法 推翻呢 那就是用智慧 智慧 用智慧 去推翻这个 这个小我 就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为了获得 最高智慧 就是这个意思 最高智慧 然后 而 最高智慧 最高智慧 从哪里来呢 怎么个活得呢 活得的渠道是什么呢 是中观的空心 中观的空心 就是无我 即 人无我 法无我 中观的空心 我们拆开讲 那就是 一个是 人无我 一个是法无我 人无我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自身的观察 根据自身的观察 我们就获得 一个结论 意思就是说 所为的我 所为的我 实际上就是 一大堆的 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一大堆的 这个 这个这个西宝 构成的 这里没有我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西宝 然后呢 我们的心 那就是 又是一个各大 又是一个各种各样的 粘头 构成的 这个里面呢 也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那这样以后就是 就是发现 所谓的这个人无 所谓的自我 就是我们很盲目的 不观察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有 它就是有 如果是我们 回头仔细看 到底这个在哪里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要看个清楚 那这样之后呢 越观察 那就越得不到 最后就发现 根本不存在 所以这个就叫做 人无我 根据自己的观察 根据别人的观察 对于有亲众生的观察 然后法无我呢 就是除了人以外 除了有亲众生以外的 外面的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我们身边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建筑物呀 交通工具呀 等等 就是对他们的 同样的一个 这个观察 最后最后 最后就是 得到一个结论 原来这些东西呢 不观察的情况下 都是 都是存在的 都是真实的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非常的真实 但如果你就是 稍微啊 就是思考一下 完全是一个虚拟的 完全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 那这个我们这种情况呢 以前佛教一直都在讲 就可能很多时候呢 就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因为高科技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东西 出来了以后呢 虚拟世界啊 知道一下子就知道 是什么东西了 然后呢 就是尤其是像黑科帝国 这样子的电音啊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可以看的东西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就更加的这个清楚了啊 然后呢 现在呢 比如说把这些虚拟的东西 把它变成树子华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呀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后呢 更加的就确定 确实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个 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 现实的世界以后 还有一个虚拟世界 然后呢 就一下子就容易接受了 那就佛教这样的这个 入幻入蒙 天天都在讲 金刚经的这个里面呢 从头到尾都讲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入幻入蒙 佛教这样的入幻入蒙 就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这个语言 那就是虚拟世界 虚拟的人类 虚拟的世界 虚拟的人类 就叫做人无我 虚拟的世界 就叫做法无我 这样子 万法皆空 万法皆空 他这个空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是说一无所有啊 他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呢 可以看得到 可以听得到 可以用 但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的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很矛盾呢 你怎么可能呢 这能够看能够听能够用 不就是这个不就是真实吗 如果不存在怎么可能用 那这个就答案 所有的答案就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了 虚拟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啊 可以这个看啊 可以听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不存在啊 因为他不存在 所以叫做虚拟世界 这个就是万法皆空啊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观念 智慧以后呢 这个智慧就把这个这个我直 就就把根啊 然后呢 后续的所有有 就是从这个当中 产生的所有的烦恼 就瞬间啊 就会瓦解 都瓦解了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生下来的是什么呢 生下来的呢 他就可以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 然后才能够真正能够做到 做到绝对的这个无直思的奉献 因为现在自私从哪里来 就是这个来源 从源头上都已经推翻了 已经大调了 已经不存在 那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自私呢 没有没有来源 从此以后呢 就是啊 就完全可以这个 全方位的去可以 可以这个利益众生 哎 这样子 这就叫做菩萨欣慰 哎 这个是一个我们普通人 能做得到吗 呃 这是是不是一个 我们永远都是在 存在于我们的相像当中啊 永远都我们是 接触不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还是我们 确实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 绝对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 哎 这个是 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如果永远都站在很远的地方去评判啊 这个队那个队不对 自己什么都不去尝试啊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资格这个评判这个对和错 根本我们不知道 哎 但是如果是你进去了以后 哎 就是付出一点 哪怕是付出了一点点啊 那你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回报 哎 这个回报就是 就告诉你哎 哎 这个再进一步做的话 就会是什么样子 哎 这个答案都在这个当中了 所以特别有意义的啊 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佛教 就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佛教的人就说佛教就是着重来世啊 佛教不是着重来世佛教也不是着重来世 也不是着重这一世啊 佛教也不是这个不着重这一世不着重来世 它是什么呢 来世这一世它就是平等的啊 他着重的就都不是这些了 他着重的是什么 他着重的不管来世也好这些也好 他着重的就是这个智慧 哎 这个智慧的推动力是慈悲心 他为什么要获得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呢 他为什么要去求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呢 那他的推动力就是慈悲心呢 他不是刚才前面不去讲了吗 他就向这个付出 他就向这个无自私的去奉献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来寻找这个智慧 也获得了这个智慧以后呢 然后他就可以去完成他的梦想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学佛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好处啊 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啊 这一世当中还可以体现啊 可以可以感受 可以感受到不需要等到这个来世啊 所以我们就是对大冲佛教啊 或者是这个整个的佛教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无解 我们也很多的不了解 然后呢 因为这些无解呢 就是妨碍了我们去去学习 解主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这个呢我们可以 逐步逐步的去了解 然后这个啊 这个指挥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跟任何一个人的信仰 跟主观意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客观上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他要大破客观的存在 所谓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而所谓的客观不存在 这个就是客观 他的客观就是这个样子 这跟他某一个人的意识心态 跟这个主观的间接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就是大破我们先优的 所有的客观存在的东西 以后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客观的背后的客观 这叫做这个 这叫做真正的禅宗 这个就叫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 我们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觉得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客观存在 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相导的那不一定是客观 我们看到的 我们听到的是客观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相导的不一定是客观 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客观 也不是客观 所以呢 客观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存在 那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呢 就他把这些东西搭破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真正的客观在后面 所以呢 我们平时讲佛教这个就是他这个这个黄宝生先生 他也用了最高知智慧最高这两个字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最高这个罪 谁说他是最高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们现在人类有这么多的智慧 有这么多的这个科学 哲学等等有这么这么高级别的智慧 那谁说他是最高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 我们的现有的所有的这个智慧 他是没有突破 突破我们的感官的层面 或者是我们的我们自己这个设立的设定的这个客观 这个层面是没有突破了 如果有突破那也只有一点点的突破 那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人知啊 都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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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面啊 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 我们全部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那佛教他现在呢 把这个罪我们认为是最最最最不可侵犯的 不可推翻的这种永久的这个真理 这个东西佛教就把它推翻了 所以呢他就变成了最高的这个智慧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得到了这个最高的智慧的时候呢 看起来这个智慧就是就跟我们的常识是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矛盾的 但是呢我们真正理解了以后呢 一点都不矛盾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叫做本来面目啊 为什么加前面就加个两个本来面目呢 他永远都是这样 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认为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他的本质永远都是这样子 不是现在才是永远就是 就是佛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一句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佛手道干亲 这个当中就讲 入来出世若出世若不出世法行常灾 这个这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出来也好 不出来也好 这个法行是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永远都是存在 永远就是这样子的 这不是佛创造的 这个也就佛教跟这个 其他宗教一个本质上不一样 其他的宗教呢 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这个 这个自然的规律也好 客观也好 这个宇宙也好 世界也好 这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 走住 然后佛教就是说 入来若出世若不出世 释迦牟尼佛出来也好 不出来也好 这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自然的规律跟佛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 释迦牟尼佛出来多少年呢 还不到三千年啊 然后呢 这些自然的这个客观的这些规律呢 宇宙都有就是有四十六亿年啊 都已经有四十六亿年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那佛就是才两千多年三千年 这个之前呢 这个之前这些自然的规律在吗 那就是佛就说 入来出世或不出世 发心常灾 哎 这个自然的规律永远都是存在的 不是佛创造的啊 那佛是什么呢 佛就是发现了他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因果关系 所以佛他是发现者啊 他是自然规律的发现者啊 不是创造者啊 应该这样子讲啊 佛不是创造者 然后上帝是创造者 哎 上帝是创造 那他是不是发现者 那肯定是发现者没有发现的这么创造呢啊 啊 但是佛啊 佛教啊 不是创造者 这两个是有点矛盾的 哎 就佛教就认为没有一个这样子的造无助 哎 没有造无助 造无助这种说法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这个抵旧品当中呢 他就 刻意的去批判 哎 这个造无助的这个这个存在 佛教就是说没有造无助啊 万事万物啊 他就像自然科学讲的一样 万事万物 他就有自己的因和缘啊 只要有他自己的因和缘啊 他就会存在 哎 他就会出现啊 他最后也会消失啊 出了这个意外呢 没有什么造无助哎 那佛教自己呢 就是想哎 那佛出事也好 不出事也好 这个自然规律就是这样子 释迦牟尼佛原基了哎 这到现在也是两千多年了啊 那佛原基了以后呢 这个自然的规律还在啊 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 那未来就是几千年几万年哎 这个规律还是已然是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跟佛是没有没有什么哎 关系啊 这个也就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本质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啊 但我们先不评判谁对谁错啊 我只是说不一样啊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 那么这样以后呢 哎大家就觉得哦 有这个造无助的这种这种概念好啊 那就你觉得好 就这样子哎 如果说没有造无助这观念好啊 那你觉得这个好就这样子啊 那那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一个一个表准一个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东西是什么样子 没有一个说法吗 是不是谁认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当然有啊 肯定是有了 我们对任何一个实物啊 可以有一百个或者是成千三万成千三万个不同的看法啊 不同的这个观点 但是本质就只有一个了 不可能有这么这么多的本质啊 但这个我们先不说谁的谁是对谁是错 反正哎 佛佛教哎就是这样子 空心啊 他认为实际上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这个电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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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啊发达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现在就开始分了两个这个虚拟和真实了 那佛教就是没有什么虚拟这是两个都是同样的虚拟本来就是都是虚拟的哎 那你这个虚拟世界呢就更加的虚拟而已哎 更加的虚拟而已 实际上本身全部都是虚拟的 呃 你要这个世界当中要找到一个真实世界没有没有真实世界 哎 只不过你这个这个虚拟世界呢 就是更加的虚拟一点而已哎 哎 这样子 但是呢 佛也讲了哎 我完全可以这个尊重哎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感官哎 我最近在了解这个儿童会本啊 然后就是发现这个儿童度的协佐方法 跟这个佛教教育我们的这个方法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哎 他就是把我们当三岁的小孩哎 佛 就是这样子来教育 这个就是他就是到我们的认知水平呢 从佛的角度来讲 就可能三岁可能还没有到 可能是 就是通过就是让我们去了解一个这个完全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这样子的东西要给我们哎 哎 这样啊 那就是佛就是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我们现在发发现哎 其实这些这个全世界最有修的这些儿童读物的这些作者哎 他们就是在用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就是佛给我们身上用的这个教育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哎 所以呢 那佛也就完全的尊重我们好你觉得有啊那就有啊 他也先不搭击我们哎 就有哎 有那好有啊 那就是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爱千世后世等等等 都有给我们讲一大堆的哎 哎 然后有一天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啊 就是就是是不是这个虚拟啊 哎佛就说对啊虚拟啊 那你就是那你就是就慢慢的进入啊 那这个就有讲另外的一大堆的东西哎 哎这样子引导哎 引导就是引导的方法 这特别有意义的哎 哎我觉得我们佛教徒应该去读读这个儿童会本哎 儿童会本是怎么讲的啊 这些儿童会本里面呢 有些是他有写儿童会本就是有一些 有些这个他自己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是跟佛给我们 是佛教育我们的方法 这个或者是佛给我们穿法的这个原则 跟二童会本的这个写左方 原则这原则都是一样的原则 哎这样子 所以佛经里面呢 啊经常也就是 呃就就就就说我们是凡夫凡夫啊凡夫 啊然后呢就是把我们当做小孩一样啊 就是当做三岁的小孩这样子的方法来来来教育 哎所以所以就是说 佛也不会一下子就说哎就什么都不存在啊 没有没有这个人物 没有人人物我呀法无我呀 哎他不会这样子讲哎他首先是讲 都是存在的哎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观数啊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第六拼当中呢 啊这个嗯不是第九拼当中呢就全部就讲这个哎 而最高智慧是中观的空性即人物我法无我万法皆空啊 啊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了 本平一句啊一句啊一句空轮 他就是通通通过这个空的啊观念 来讲 然后通过这个空啊啊 然后呢在这个批判了 教雷哎 教雷哎 教雷是什么呢 佛教内部的小城佛教的一些观点哎 然后呢 教外教外就是当时的主要哎 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还没有伊斯兰教哎 没有啊 印度教有啊 那个时候有 然后呢 那当时佛陀还在的时候的有些宗教呢 当时在现在已经不在了哎 实穿了 然后呢 印度教呢 啊虽然就是不是当时是一模当时佛讲的一模一样啊 但是呢 他就是这个的后续哎 所以呢 当时佛陀讲的很多的这个这个一些外道的宗教的观念啊 那就是这个这个今天这个印度教里面是是有的啊 然后呢 那他也不会去不会去批判啊所有的这些他们的宗教的内容 他就终点就批判一个啊 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造物主哎 他就觉得不是造物主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完能的造物主来操控 没有一个这样这个世界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民运在操控哎 在操控所以呢 所以呢你的未来哎 是好是坏没有一个一个一个高高在上的造物主在控制啊 你就是自己在控制你如果现在你做得好哎 你未来你就一定会好的 如果你现在做不好啊 天天做坏事啊 杀到阴王 然后呢 你就求一个什么某一个这个造物主来到时候来帮助你不可能啊 门也没有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佛教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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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的这个终点批判就是这个哎 所以呢他就是脚内脚外就是这意思啊 所以那个啊 这个老先生他分析的终结的还很不错哎 比较到位 所以就是批判了脚内脚外中中错误间接 哎 确认唯有唯有空轮哎 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空心能消除烦恼哎 这个才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个烦恼 灭迹通苦活得解脱哎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第九评里面的这个啊 内容哎 第九评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很幸运哎 哎我认为我们很幸运哎 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就是出生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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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的年代哎 高科技的年代哎 哎就是只能时代哎 哎这个时代哎 因为这个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很多东西就是很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对空心的理解确实是很有帮助哎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呢确实是一个 呃是一个啊 很有用的帮助 这个我们对理解空心呢 无我呀 这些东西在一下子就可以解释的很清楚很清楚了 好这个是智慧啊 但是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哎 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啊 这种空心佛教的这种空心呢 就是我们就是人类又是以来啊 啊就是再为大的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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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啊 啊像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西方的东方的这些这些哲学家 科学家哎他们都没有探导过啊 这种空心哎最多也就就探导过一部分哎 这种空心他们没有探导过 他们也没有想到过哎呃 那么佛就把这些全部搭破了 呃所以他们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最高的智慧 呃这个我们得要好好的这个学习啊 文字上啊这个文字上有些时候呢有一点这个有一点难啊 啊但是有些文字呢我们可以就是忽略 哎只要把终点学习就好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去学习思路去学习完全是可以 还有一个这个的教类教外的这个批判啊 这个确实是有点复杂 因为这个前提我们要去了解教外的人他是怎么 他的观点是什么哎先了解他的观点然后呢 再去了解这个驳持的这个过程啊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这些这个部分呢也不需要去学啊也不需要 然后教内的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些观点这个其实也不重要 这个都不用不用不用去学那么复杂 可以通过啊比较简单的方法把这些很多的别人的教位 教外教雷的这些观点啊还有这些一些表达的 古老的表达的方式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抛开啊 然后呢就是像另外一个方法去了解这个空心 特别容易哎特别的容易 空心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最最最容易给大家证明的 哎一点都不难啊但是呢他真的是就完全是颠覆心的哎 把我们的所有的三观所有的人质 全部会被颠覆啊颠覆的啊这特别有意思啊 也许很受刺激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很多的这些 学理工科的一定要好好地去了解一下 也许也许有我们就有什么东西就把我们的全部给推翻了 也全部退了从来啊从头来啊这都有可能的哎 所以这个这这这这一品是特别有意思啊好 然后呢最后一品最后一品就是底诗品 底诗品就是灰香品啊灰香品 那么这个呢确实就是这个就属于佛教的宗教 哎这个就是属于佛教的纯属于佛教的宗教 他就是发源啊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的话 也也不是完全是这个村宗教 他心理学里面的比如说你这个 嗯 发山渊啊 发山渊啊那他也有一个作用心理学上 这个也不不仅仅是宗教 这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依据啊 应该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呢他里面讲的大部分呢他就讲哎 就是希望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希望我的这个山根啊就是能让天下所有终生啊 啊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能够称佛呀 就是很多很多主要是宗教啊 如果如果说有说纯宗教的话 那也许有一些也许也许会有一些心理学的成分 哎但是呢主要是宗教这个底诗品哎 我们就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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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心论里面的诗品当中呢 要宣出一个纯宗教的一品的话 那应该是这个底诗品哎 底诗品 然后 会向啊 会向这两个这两个这个 这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 会向想 想就是方向的意思啊 方向方向 方向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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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哎 我想这个啊 这个捐啊 100块钱人民币哎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啊 就是就是100块钱啊 那捐啊 这个他用到哪个方向啊 哪个方面啊 用到什么方面 啊 教育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呢 哎 就是这个就是方向啊 啊 这个里面讲的像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 哎 搭着了 心善了 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啊 啊 这个就相当于就是100块钱 那这100块钱 我去做什么呢 啊 自己用啊 或者是卷啊 如果是卷的话呢 那我有没有特定的 比如说用到教育啊 医疗啊等等 有没有呢 哎 这个就叫做相 方向哎 有我这个是要做教育的 哎 或者是我这个是用来 纠宰的哎 那这个就有方向了啊 那这个佛 这个我们的心善 有这样子的方向 这叫做相啊 这叫做相 然后回 回是什么 回是回转 回转啊 回转就是像比如说车 回头跳头 往后走 或者是往左往右啊 那这就是 啊 这个 回就是这样子啊 啊 那意思就是说 本身是我自己啊 心善啊 就是说 这个这个回报 是属于我的 哎 属于我的 但是呢我把它 方向啊 方向就回转了 哎 现在我就不像 不像我一个人就是 用这个哎 这个这个福报 哎 哎 我要把这个分享给 哎 所有的众生哎 我把这个所有众生分享 把这个东西给所有众生分享了啊 那这样子呢 回转就是 就这意思啊 本来是属于我的 比如说本来这个 啊 东西是属于我的哎 我用的啊 但是呢我现在呢 我舍不得哎 我用啊 我就分享给大家 我们大家一起用啊 就这意思啊 方向的方啊 方向的想 会转的会哎 哎 就这意思叫做回向这个意思 所以呢 最后呢我们大乘佛教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做任何一个善善事啊 做完了以后呢 你就啊 非常虔诚的 非常人真的 就就是心里想哎 我要把这个分享啊 山有山宝啊 这肯定是有山宝 那这个宝啊 山宝我不像哎 我一个人分享哎 我就要把这个全部分享给 所有的终生啊 主要是哎 我们的亲生父母啊 以及我们周边的这个 这个对我最最最重要的人啊 啊 然后呢 我就给这个 分享给啊 其他的所有终生啊 他这样子的发源啊 这个圆啊 就叫做回向哎 这个是每一次最后就是必须要做的 哎 必须要做的一个回向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回向 哎 那这个回向里面呢 就讲 讲书讲自己 学习菩提心 活得的一切功德 哎 回向 回向这两个字简单说就是奉献啊 就是奉献 奉献给一切受苦终生 即佛和菩萨 哎 佛和菩萨是我把供养给佛和菩萨 这意思哎 我把这个功德供养给佛菩萨 然后呢 也就是就佛教就这样上功下士啊 我就把这个功德就分享给天下所有的终生 然后天下所有的终生呢 希望啊 以我的功德啊 能够健康啊 能够 幸福 能够快乐 哎 能够解脱啊 就是发这样子的信啊 这个我们 去读这个 第十一篇的这个文字 啊 第十篇的文字 啊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类的 啊 这个回向啊 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好 这一项啊 这一项是这个这个社科员的这个黄宝胜啊 先生 他总结的一个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啊 是一个教外人的这个角度啊 这个这个终结的一个这样子的论述 推荐给大家 哎 我觉得这个不错 哎 我们今天本身也就是从从从这个学术的角度 啊 那么这样子去推荐他的这个文字啊 大家去了解的话 我觉得比较 啊 比较适合啊 就是这样子了啊 那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提问交流 谢谢堪博 哎 你好 然后这边的话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们说佛学的话 像您刚才说 我们追求的是智慧 那么在这个智慧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小我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智慧呢 就是这个追求是一种小我的这种追求吗 就是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说佛学的话 不是说要破除这种小我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这个追求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这个动力是来自哪 嗯 因为佛家有说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离苦得乐 本次上其实还是小我的离苦 和小我的这种得乐 那这块的话 跟我们所说的这种空性和无我 我觉得可能会有相矛盾的地方 嗯 所以这块的话如何体正 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慈悲心如何培养 如何体正 嗯 好的好的好的 首先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全世界七亿多个人口 那意思就是说有七亿多个小我 七亿多个小我 那么其中一个人 比如说他发菩提心的话呢 那么首先这个除了我自己以外的这个这个小我 先不惯先不惯他 然后呢我先推翻我自己的这个小我 然后呢用什么东西来推翻呢 那就是用智慧 所以就是就产生了这个追求智慧的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 比如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智慧的话 就是年轻啊 这个修苗啊做好事啊 这个是没办法推翻的 唯一就是智慧才能够推翻这个小我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追求智慧 就是为了推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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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我啊 然后呢再问啊追问那为什么要推翻这个小我呢 就刚才也讲了 如果这个不推翻的话呢 哎他就不让我五字四的风险 哎 所以呢我要把它推翻 然后呢推翻了以后呢 没有这个东西了以后呢 那其他人哎 其他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人呢 每个人都有小我 但是呢我的小我哎就就不存在了哎 然后就推翻掉了 然后我也就活得了这个智慧了 推翻了哎 然后这个他的东西是什么呢 东西你刚才也提到他东西呢 就是慈悲心慈悲心 因为这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推翻 哎这个时候呢我想我想把我的这个哎 方法告诉大家哎 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推翻 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小我哎 哎这样子我们七十多余人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小我推翻了以后呢 我们全世界的人哎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小我了 这样以后呢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五字四的奉献哎 这个世界就是太平了啊平安了啊 就是像一个极乐世界一样 那他就是像他的一个宏大的目标 就是就是这样子 这个说清楚了没有 说清楚了啊 好好好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慈悲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下面可以可以介绍 哎 他有个具体的方法 这个我们可以可以讲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一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你比如说像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呢 你比如说通过美梯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多了解这个我们的人类的痛苦啊 实实在在的痛苦 还有就是以及我们东武的这个痛苦哎 就是多了解一下 然后呢 了解了以后呢 人的心的本质是永远都是善良的哎 不管这个人表面上看多么的这个邪恶多么的这个啊 呃 保离哎 但是呢 他他的心底永远都是善良的 他就只不过因为他 暂时就是遇到种种的原因 就是让他这么的保离 实际上 他如果有一天就这些东西看多了以后呢 他慢慢慢慢他的心底的这个善良的这个东西呢 慢慢就启动了哎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开始哎 我要去我要去帮他们解决哎 这个这个痛苦 他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念头啊 这个时候就是慈悲心就开始出来了哎 然后 这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佛教给我们提供的方法呢 就是你自己心里去想哎 去想哎 去想比如说我们这个终生我们现在我看到的地方呢 没有什么人在受苦但是呢 你可以去想啊历史上的这些战争哎 现在的当下的或者是未来我们即将要面临的哎 等等等等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这个比如说屠宰场啊 每一个地方的这些这些这些动物啊 他们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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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状态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野生动物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参善啊 这个东西呢佛教就是让你去想哎 哎那这个相夺了以后呢你同时也就就心慢慢就开始软哎 然后呢你就去想帮助他们哎 这个菩提心就慈悲心就慢慢的就升起来了 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呢 这佛经里面呢就也就也比如说他要求你去想这个地狱的痛苦呀 厄贵的痛苦呀等等啊 那这些东西呢你比如说现在也许你你自己本身也就不太相信这些啊 那你不相信没关系这个先先各在一边哎 比如说东吴的痛苦哎 这个我们不能不能不相信了 然后呢我们人类自身的这个痛苦这个我们不能不相信哎 我们的父母的衰老的这个生病的痛苦这个我们没办法否定了哎 这个我们先去想哎 这样子就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 具体方法一面还有还有还有很多下面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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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和各位那个同修 我是第一次来听这个佛教的知识 有些困惑当然我也别笑话啊 那个我想问问就是外在的实相都是我们的投射这句话 我不是特别明白就是说这个实相都是不存在的是空的 那我为什么就是我我投射就是有的人投射一个不想要的家庭 比如说不想要的父母或者是不想要的婚姻关系 那选择就是投射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成长 是不是在就在修行这一块就是来看到这个痛苦是我要做的功课 我我这个就不是特别明白 我这个就不是特别明白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人的这个家庭啊 还有一个人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这些呢 就是佛教里面就讲 你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世界上去 我们比如说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生活的这些人的 他的状态不一样 生活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别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佛教就讲两个原因 就是经营和原因 原因就是上一辈子再上一辈子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 可能是造了一些相应的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呢这一次呢 就是投身到这样子的环境 这样子的家庭 这样子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客观了 客观我们就不说了 也有客观的这个原因 那这些都有的 那现在我们就是面对这些的时候 就怎么办呢 你刚才提早了 比如说就是一个比较不太理想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把它编程一个 把它专画一个 你的修心的一个 就是或者是你的成长的一个因素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这个原生家庭啊 也就是也有可能就编程 就是彻底的把你毁灭 这个也有可能这样子 那这个主要是这个原因 主要是怎么怎么去看呢 还得要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如果有方法你可以把它 再恶劣的东西啊 再不好的这些这个因缘 你也可以专辩啊 你也可以专辩 佛教就是一再的强调 把这个推翻这个遭无助 它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意思 你不要失望 你不要绝望 一切都是你可以掌控的 所以呢 你比如说你原生家庭的问题相当相当的多啊 但是呢 如果你有这个方法 你可以完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你的成长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呢 我们只要看有没有这个方法 如果是没有这方法就转变不了了 有方法就可以转变 这个是我刚才听出来 你这个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了 一个就是外面的东西是我们的偷舍 那这个呢 佛经里面就经常都讲 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朵花的这个乌颜六色 这么好的颜色啊 这么美丽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客观 红色就是客观 绿色就是客观 我们因为一直都认为 这个是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这个颜色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不是 这个是我们的思觉偷射出来的颜色 实际上物质世界里面没有红 绿白 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我看到什么 看到的就在你自己的大脑里面 偷翻映出来的东西 然后 这个就是瞎小的是颜色 然后这个再扩大的话呢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简单说这个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刚才您说的那个 我明白了 就是说业 就是此生为什么这样 是上一世 或者是上一代人的业 业报 或者叫果报 对对对 那去西天极乐世界 是比如说我想 出家去修行 去到庙里面去修行 那目的是要把自己修成正果 去西天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我想选择出家 或者有的人在俗家俗世修行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目的吗 这个目的是不是也是自私的 这个有可能是自私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你比如说你觉得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描述的相当相当的幸福啊 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世界 我就到那个地方去过好 过幸福的日子 没有别的想法 那就肯定是肯定是自私了 这样子他能不能这个 那个亡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的 但是呢 他亡生了以后呢 他就是阿罗汉的级别就很低的 阿罗汉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心态 就是你同样就是想亡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的目标就不是为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他们的这些生活 你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为了这个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修行很快的 我就快速的修行 然后我很快的这个成就 成就了以后呢 我再回来 就是度其他的人 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 那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知识的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净土 大乘佛教的净土法门的修法 那个师傅我还想问就是 我身边的一些修行的人 给自己的家庭的人造成的痛苦很难 因为家庭的人不理解 就是他给他们 就是爱人啊孩子造成这种痛苦 或者说就是俗世的东西都不管不顾 比如说不管他做饭怎么着我就要去做禅气啊 或者是走一个月两个月呢 那给自己修行选择这个路这个方法给别人造成了痛苦 这是不是一种业啊 是是是这个你说的非常好 这个很普遍啊 这个我们的佛教徒 我刚才前面讲过了 他实际上呢 佛教就是造福所有人的 为人类造福 为终生造福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处理的不好 裸食的不好 所以呢 就是他过度的就是 强调自己的这个修行 然后呢 就就不管这个家里人啊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他过度的在乎 他自己的这个吃素啊 然后呢 就是就就就就家里天天脑矛盾 其实这些是不对的 这个很普遍 但是呢 这个确实我们将可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佛教的课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在说 这个不能这样子 这个要适当的 哎 就因为 就你吃素可以 但是呢 你也得要尊重这个家里的人的 他们的隐私习惯啊 然后呢 你比如说你接家人的时候呢 你出去大个产妻啊 可以 这个家里人可能也会理解 但是你也就毕竟是一个在家人 你两个月不回来 三个月不回来 家庭怎么办呢 最后肯定这个家庭就撑不住了 肯定就是 就脑离婚了 最后然后呢 就是在后续你自己到时候有修不好啊 等等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个要慢慢地调整 这是我们 我们很多人就是 一学佛的时候就头脑发热 就特别地虔诚啊 这个时候呢 就把不得我三年成佛 一年就成佛了 所以就是 就出现这些问题了 这个就是一个协调的问题 那就红一法治出家的时候 不是他的 子 有没有 有没有难过吗 他是提前做好工作在出家 让他不难过 是是是是 是是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 这个你说的也对 就像红一法治这样子的 比如说 他当下他出家了以后呢 对他的亲人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搭忌 但是呢 他有这个亲中 他有自己有 有心里有书 他暂时是他给他带来了 很大的这个 大忌 但是呢 他出家 他修行了以后呢 他就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成就 然后呢 这个成就呢 可以帮到这个人 这样子的话呢 逼我在他的身边 更大的这个利益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 亲中的这个 他自己有这样子的 积酸 这个也是 理论上也是 符合的 但是呢 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像 红一大师这样子的 成就啊 到时候你到寺庙里面去 寺庙里面也有很多是非呀 你有待不住了呀 到时候又想回来呀 那回来了以后呢 有个个不如呀 但到最后呢 你又不是出家人 你又不是这个世俗的人 到时候就很麻烦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呢 这些问题呢 开始的时候就调整好 解决好 然后呢 就虚虚兼经啊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 嗯 好的 谢谢堪布啊 就是我想请问堪布 就是回向力 愿力 加持力 功德 嗯 我想 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利益 究竟是什么 就是想 请问您这个 在体症的时候 感受到的利 是不是每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文思修 是一个破迷开腹的过程 也是终生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 人性的本能 和一个超越之上 从人性到神性的 一个转化过程 但是后面又回到 一个本来面目 那我想请问 是有没有一种人 从出生 开始他本来就是 本来面目 不需要修行的 刚刚寂天菩萨的这个 故事啊 让我想到了这一点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成佛发愿 愿力 是否是另一种直 要不要破 OK 好 谢谢 挺好的 对 首先第一个 远离 回向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啊 远离跟回向的差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 每次 先 比如说回向的话 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先去做一件 善事 然后我要把这个善事 分享给所有众生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 就叫做回向 回向 然后 发愿 发愿的话呢 那你不一定在这个前面 必须要做个谋和善事 你就是 随时随地 就是发善缘 就是希望 一切终生离孤德勒 愿一切终生平平安安 你随时都可以去向 所以 这两个的最大的区别呢 一个 是有一个山根 去回向 一个是 没有什么山根 我这是发个 好信 就这两个的区别啊 然后呢 功德 你刚才提到功德 功德的这个意思呢 在佛经里面是很光的 简单的说 这些就是我们造父 心善 叫做功德 然后呢 从禅宗的角度讲呢 那这些都不叫功德 功德就是 真物 修智慧 叫做功德 简单说 就功德 就是修心 可以这样子讲 功德 然后 加持呢 就是这个力量 就是一种能量 这个能量 就是心的能量 就是智慧的能量 比如说 修行好的人 因为他就是 储存了很多很多的 修行的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 释放出来了以后呢 对别人 就是有 无心当中 我们眼睛看不见 但他就像 刺铁的这个 刺肠一样 对别人是有 有帮助 尤其是心灵上 会有肝阴的啊 那这个就叫做 加持 也就是 简单说 就是一种心灵的 这个能量 这样子 然后呢 这是 这是第一个啊 然后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比如说 一个普通的人的 这个 从人心呢 就是专化为 这个 神心 在佛教里面 一般就叫做 佛心 人心 专化为 佛心 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就是修心啊 然后呢 这个专化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不是 人心就专化了 这个佛心啊 实际上应该 准确的理解 是什么呢 佛心是我们的心底 是永远都是存在的 存在的 比如说 一个玻璃藏户啊 玻璃窗户上面呢 就是就积了 一身 就一猴猴的 这个回尘 这个时候呢 比如下面的 这个玻璃 透明的玻璃 它是佛心 然后上面的 这个猴猴的一层绘 那这个就是人心 人心 那这两个的 这个砖化呢 并不是说 把这个灰啊 就砖化为玻璃 而是把玻璃上面的灰擦掉 擦干净了以后呢 不是本来的面目 不就出来了吗 玻璃不就出来干净了吗 哎 这个就叫做 语言标大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砖化 实际上这个里面没有砖化 实质上是没有什么砖化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有个砖化 你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最后就成佛了 那不就是砖化了吗 看起来就有一个宏观上 有一个有一个砖化 所以呢 可以说把人心 砖化为佛心这样子 实际上没有砖化 这个整个过程 都不是一个砖化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烦恼 除掉 没掉了以后呢 这个佛心就出来了 哎 那这个就叫做这个 呃 专化 第二个问题啊 然后呢 第三个问题呢 比如说你说这个 我们最后的这些佛心啊 或者是这个菩提心啊 需不需要破啊 需要破 这是需要破的 所有的这些执着 不过是 不管是我们对菩提心的执着呀 对佛心的执着呀 反思执着啊 他这个 这个执着 执着还是属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灰的这个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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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成当中啊 属于这个层面 所以这个还是要把它破掉的 哎 那破了以后呢 是不是就没办法发菩提心 也不是哎 刚才讲了 虚拟世界哎 虚拟世界里面呢 你可以发虚拟的缘 可以发虚拟的菩提心 可以度虚拟的众生 哎 这个 菩提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入行论里面讲得特别清楚了 哎 特别清楚 这三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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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